平时我们的工作还有学习压力非常大 迫切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来缓解压力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他拥有健碩的四肢和凶猛的五官 他可以承受你所有的暴击 打压还有蹂躏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心慈手软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在他憨怠可居人畜无害的外表下 隐藏着强大的抗击打能力 可惜的是我天性温柔 不忍下狠手 终究还是错付了 如果你有这样一位朋友 请全心全力对待 这是你能给予他的最大的尊重 在你愤怒退去 而他又面目全非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温柔的抚摸 来恢复他变形的躯体 待一切风平浪静 他又翘首以盼的时候 请再次给予他狂风暴雨般的爱意 和落花流水的唯美画面 春聚东来周而复始 看到这么惨烈的一幕 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适 还请各位爱狗人士嘴下留情 我做的这些事情 对他是有一定的侮辱性 但伤害不大 因为你准备有什么的侮辱性 我们的侮辱性 所以我们就好好地看 我们的侮辱性